就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讲,人口平均数是没有意义的。真正起作用的是,具有自己的造法能力的小团体。这些社区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模式和生育模式,他们的上层也许会交流。 但是,普通居民来说,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,而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安稳的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,甚至大多数是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长,所以他们不觉得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。 而在美国历史早期的全部存在,其实大部分人口还是来自于1990年以后,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经济时期的东西海岸的大绅士,基本上像是海岛围绕着珊瑚礁成长一样,是围绕着1920年代那些旧的城市的骨干渐渐延伸出来的。 在延伸的过程当中,发生了大部分外来人口的进入,不断的消费和居民区的替代。 旧的居民区,像法拉圣那样的居民区,可能原先是东欧、南欧移民的居民区,现在变成法拉圣居民区。其实这种是替代的一部分,原先的居民不断迁走了。 1920年代老纽约的居民,现在大部分都已经不在纽约了。纽约是接收意大利和拉美移民的一个中转站,这样的过程早已经发生过多次了。 新的移民,像意大利人住宿的移民团体,地位升高到一定程度以后,也就会离开这个中转站,迁移到新的社区。 美国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同团体,是不同的世界。而在欧洲或者在世界的其他部分,老龄化和少子化一般会产生两种结果。 一种是一般性的,就是法国所代表的那种情况。人口集中了巴黎和大城市以后,悉数的乡村的人口生育率会稍稍有一点反弹。大城市的人口继续下行,但是乡村人口的反弹仍然达不到替代的生育率。 就是说,大体上来讲,法物与菲利普时代以来,开拓得比较偏远的乡村,正在不断地被放弃,变成无人区。 公国获奖小说《约翰·地狱》诸如此类的作品,差不多就是在描绘贫苦的。 即使在二十世纪后期,由于距离辽远,很难想到现代化生活方式遍运的那些居民,这下青年一代逐步抛弃了这些地区,它们渐渐地返回美兰子菲利普时代以前,中世纪早期,被森林和大自然收回去的那种状态。 不那么偏远的地区,人口有一点点恢复增长,但是达不到维持人口正常生育率的状态。好像历史从中世纪、中叶月开始以后,开拓那些边境成本很高的土地最终都要被收回去的一样。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,因为法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出现现代型家庭,就是所谓的两胎制,为了保证下一代的生活水平不至于比上一代的生活水平低,为了分割遗产的方面,夫妻只生育两个孩子,人口跟上一代相等,这样保证子女一代得到的财产不会比上一代少。 它是全世界最早的,在德国、英国人口还在暴增的时候,人口取下的区域平反的第一个国家。那时候意大利给欧洲人留下了一种名声就是人口炸弹,但是现在法国人口已经趋缓的同时,意大利人口刚刚进入剧烈下降的区间。 越是那种历史上变成人口炸弹的国家和社会,在原有的传统社会的区域解体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时候,它的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就越是陡峭。 像法国这种情况,其实也出现于日本的乡区,只是被全国统计的平均水平掩盖了。日本由于东京区沿海地带的城市占据了全国大部分人口,总的生育率是继续下跌的。 但是小城镇和乡区的生育率实际上已经有所恢复,但是跟法国一样,恢复的比例看上去是不可能使日本恢复成为一个人口增长的社会。 这是常见的模式,法国和日本都是典型的现代化国家。台湾将来也可能会是这样的,在台北的人口黑洞不可逆地消耗的时候,外乡由于空间广阔,生活压力低,追求进步的人口和追求发展的人口在这里毫无出路,肯定会进入台北把自己消耗到。 而留下来的人就是那种不太追求发展的人,他们的生育率会有一定程度地恢复,但是恢复不到人口正增长,人口还是会以比较缓慢的社会下降。 这是政府主导性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现象,应该是一个大的模式,可能是最大的模式。